《和平號》由1至7號升上去 是7號正式成為主創 但沒有2號 因為2號的創設上去 是去不了軌道 所以2號是不成功的 由1、3、4、5、6、7號到7號正式成為主創 由1至7號 即是有6號2號沒有 因為它發射上去的這些倉 一直都要改進改進 譬如舊了 放棄3號4號一直放棄 到7號就成形了 就是和平號太空站的主倉 就是從那裡開始組織出來的 在初期的太空站 因為它是給自己蘇聯的Soyuz 上來供應物資給它們 所以它的接口位是給自己的太空船 它沒有其他接口位 因為在那個年代 美國還沒有穿梭機 就快有了 美蘇都已經握手了 大家共同攜手去 在太空合作了 Soyuz 6號開始 就有兩個入口了 即是有兩個接合倉位 接合位是給穿梭機 去供應它們上面的物資 不過它跟穿梭機真正可以接合 是九年之後的事 可靠性有70%的火箭 是蘇聯才有 在那個年代 Ploton 發射了第二代太空站的主倉 上大空 那個主倉是一個起居飲食的主倉 在那個時候開始 就取名為和平號太空站 接著打後的10年 有6塊這樣的主倉 一直射上去接合接合 而成為了 當年太空上面一個最大的人造物體 是130噸 如果是地面的那個weight 那麼重那麼大的人造物體在太空 說回早一點點 因為美國是自力發展這個穿梭機 無力發展太空站的建築 而且它也沒有大推力的火箭 土星五已經被Skylab 最後那支都用了 它很聰明 所以就和蘇聯不如我們合作在太空那裏 把大家逐塊逐塊的東西砌 我撥款給你 以及我用穿梭機 來供應 物資給你們 他這個提議都很聰明 因為蘇聯真的擁有 在科技上的經驗 以及人類最長在太空逗留 他真的有很多經驗 美國我給你錢 大家做friend 組合在一起 攜手合作 將來是怎樣 將來才算 這個所謂將來才算 如果我是當年的人 我們看到美蘇終於合作 在太空上握手 看起來是一件很偉大的事 將來才算 我剛才說的當年我們不知道是怎樣 但你看現在你就知道 那又怎樣 如果要翻臉的一樣翻臉的 在1995年7月4日 美國的國慶日 美國的穿梭機Atlantis 首次和和平澳太空站接合 不但有美國太空人 開始長時間居住在太空站 還有其他國家 因為參與的還有其他國家 甚至乎還有越南的太空人 這個我都是現在才知道 但它叫國際太空站 但為何沒有中國呢 1998年11月 蘇聯使用最強勁的 Pluton火箭 發射上去上面的 由美國做的倉 有其他國家的倉 其他國家的倉 將它在上面砌 這個行動一直到2011年 開始取名為國際太空站 這個行動 一直到2011年 取名為國際太空站的 所以ISS 去到這裏 它主要的建築 那個basic call 就真正完成了 國際太空站 ISS 自從2000年 2011月 美蘇開始進駐 他們的太空人 在那裏生活 做實驗開始 直到現在 都已經差不多有 240多個太空人 在上面住 有19個不同的國家 參與這個 他們開始的時候 是被譽為 是一個叫做 世界主義 的人類 在地球軌道上面 環繞的一個 實驗室 太空站 這個人造的機器 其實是一件 是一件精品來的 我之前那幾集 用了很長的時間去講 太空站的開始 我們講到這麼多年前 直到現在 之前我都講過 太空站在上面 其實最初的目的 都是因為冷戰 而高高在上 可以看著你 來到今天 我們在新聞片也好 我們在YouTube上面 看到的紀錄片 看到太空人在裏面 做很多的實驗 很好玩 在上面種東西 說到 為了將來 為了將來 人類要 可能要離開地球 我們可能要去 登陸火星的生活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做各樣各樣的實驗 是為了將來 而打好這個路 在我們一直都是受西方的 這一種 新聞片段 而實際上也是 我們會覺得 這是一個 很人道主義 很好的一個想法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在地球上面 只有兩個國家 擁有 核武器 就是美國蘇聯 不停在地下 地底 海 來試爆他們的 原子彈 氫彈 核彈一直 升級 爆到都沒有地方爆的時候 我發覺 原來我們大家都 擁有那麼多 這個核武器 於是美國就提出 大家要限制這個 核武了 為甚麼我又會提到這裏 因為就算我 自己初期去看太空的探索 關於太空的事物 瞳孔 都是望向 好的一方面 因為人類 飛來地球去別的 人類可以在太空上做那麼多事 已經是很吸引的事 其他的 根本不會細心去留意 美國 自從登陸了月球之後 他們知道他們有這個能力 可以去到 at least 月球那麼遠 一直都是希望 在上面打造一個基地 在我其他的雜數裏面 我有說過 他們在五幾年 六零年代都未到 他們已經有這樣的想法 如果我們可以在上面有一個基地 那時候那個就叫做project horizon 為甚麼要這樣想呢 以及說明是軍事基地 不是為了要採礦 或者是怎樣 如果真的要在月球上面建一個基地 是拿月球 裏面的資源的話 在我們人類的紛爭裏面 都是會打起來的 看看去到 特朗普 做總統的時候 說要成立這個太空部隊 為甚麼要成立太空部隊 我們經常說太空是 屬於大家的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講來講去都是 有這個利益的紛爭在 國際太空站 國際太空站 由他組成那時候 他一路吸納其他國家去 參加 其實歐洲那邊 法國帶頭是不贊成的 法國一路都很想自己有自己 去發展他的太空的 委業 但奈何他們在經濟上 實際上真的不夠 是做不到太空站出來 唯有終於 算了 那就 參與了 國際太空站上面一塊塊的 倉 叫做一個capsule 或者module 是有不同的國家 自己製造 是由穿梭機送上去砌成的 其實 我們是否因為看到 因為他是國際太空站 其他所有 有份參與的國家 都是很透明地 在上面做 太空的實驗 其實不是 首先大家要明白 穿梭機是美國的 穿梭機那麼多次升空的任務裏面 是一定 的而且 是曾經 是有富有軍事的任務 那些那麼敏感的任務 是其他國家是不可以參與的 那麼穿梭機送什麼上去 做些什麼 有些任務我們真的不知道 即如現在 看到每一個不同國家的module 是自己國家上做 而穿梭機帶上去 其他的module 究竟有些什麼 我們都不會知道 以及你們可能 包括我自己 我們一直看著這些 這麼精彩的太空站畫面 我們覺得是很和平 很好 但是我們多數看的 都是美國這邊放出來給我們看的東西 那麼 每一個國家自己的倉裡面 他想做些什麼呢 還有一些 不但不會讓你知道 甚至美國 他都未必需要讓你知道 雖然 你是大哥 看看 尤其是蘇聯 蘇聯的module有6個 其他的國際合起來的有7個 那蘇聯那6個東西 裏面做些什麼 其實我們平時真的很少看到 一直下來我們的認知 就是這樣 也沒有什麼要探索 究竟你們裏面做些什麼 我舉個例 譬如說 人類 所謂首次登陸月球 Apollo 11 我們看電視直播 覺得這個真是偉大到不得了的人類的任務 那時候真是很熱衷 這樣的mission 就贏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心 慢慢慢慢 12號13號不成功 14號16號16號17號 一直這樣去 慢慢你看到 就算連新聞 那個報導 都已經由頭版 變成副刊 副刊已經變成一個角落頭 其實很簡單 說出來的人已經開始 好像習慣了 不會有什麼新鮮感 所謂太空的探索 就越來越 差不多是離地之 但是普通 人民 已經的興趣不是以前那麼大 興趣不是很大的時候 那個預算 就會有問題 太空站 的壽命 現在這個 ISS的壽命 是預備去到2024年 就要報銷 硬要做多兩三年 停在上面 要錢的 有沒有 這個預算的 預算 有沒有民間的支持 國家應該要支持 國家不是不支持 我們呢 要跳一跳去 就算阿波羅 去登陸月球 美國人是這麼偉大的一個太空探索 地面上也有很多人是有反對的聲音 當然 你知道嗎 你用那麼多錢 去做這些東西 為了上去撿石子 而且在下面有那麼多人捱我 那個經濟上面 無論是 學校 民生 很多東西 都是 一塌無塗的 直到現在都是 如果以一個那麼超級的大國 可以說計劃登陸火星的話 但是 轉頭過來看看自己下面 竟然間 那個民生是滿地蒼夷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些片 有時候有些人說 這些是特意拍給你看 或者是那條街 那條街是這樣的 不是 只要你真的在美國住過 生活過 你就知道 今天 和 10年前的美國 轉變大得 是令到你害怕的 我剛才說的就是 如果你在這裡生活過的話 只是一個加州 只是說加州 連帶上溫哥華 加拿大那邊都是一樣 窮的人 在美國 多到 你都害怕的 在美國的貧富懸殊 那邊 那個差距 是大到 大到你真是新條理出來的 很有錢的人 是很有錢的 那這一班人 就是美國的兩個黨派 民主共和 全部都是有錢人 來的 那就是說 民生是被控制住而生活的 那現在我不是說政治 不是說 地緣的問題 而是因為 太空的計劃 和打仗一樣 是要花錢的 或者 我在這裡 說一說給大家聽 為什麼美國 是要和蘇聯攜首 因為它已經沒有那麼大的推力火箭 也沒有那麼多hardware 它是不是真的沒有錢去做 這一種的東西去上太空 其實都不是的 但是它 花在另外一方面的錢 重大 就是戰爭 我們在這裡 或者我講一講 美國大致上 在戰爭上面 他們花了多少錢 他們走得很肉酸的越南戰爭 是用了1680億美元 到阿富汗 阿富汗一樣 是撤走的時候 也是撤得很肉酸 是撤走的 在阿富汗 這個confort裡面 20年 每一日 每一日 大致要3億美金 每一日 然後你撤走 20年 那是多少錢 美國前總統卡特 他不是第一次說這番話 他已經說了幾次 他在說什麼呢 他在說什麼呢 如果你在世界上 問問人們 哪個最大戰爭的國家 在地上 哪個國家 你認為他們會回應 美國 從我們離開第二次的戰爭 甚至之前 但從我們離開第二次的戰爭 美國 已經在一些地方 一直在戰爭 在某些地方 我們已經在30 戰爭 在第二次的戰爭 好像這條片段 他問 下面的聽眾 觀眾 如果你猜 這個世界 二次大戰之後 哪個國家 是最 engaged在戰爭裏面 在一個美國前總統的口說給你聽 就是美國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是不停 不停地戰爭 我 哪今回 一 我